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嘎今天继续来打排名啦 今天继续玩狂战士啊 然后阿嘎呢还有一些还没完成的心愿啊 就是还有一些的武器啊 就是这个狂战士的独有武器啊 我用都还没有用过啊 那今天呢就试试看 就首先我们就目标就找出来这些武器啊 然后看看有哪一些纸质叶适合的 我们就用哪一个来打好了 所以今天完美哦 一开始又来了一把战斧啊 然后这个战斧呢 就是用来合成一个狂 不是双刃斧的一个武器啊 他还给我打折啊 那我先拿下好了 还有打折的这个石头 也拿下就是这个煤炭 然后我觉得这个职业应该后期蛮缺钱的 或者是缺那个宝石啊 因为耐力应该也是蛮缺的 后面这一把这把双刃斧 好像消耗的耐力也蛮多的 或者甚至是如果拿到那个锻造巨剑的话 他用的耐力就更高了 那我就先准备一点香蕉给后面用 哎然后对面只有一把少宝的武器 那这一次应该不用像上一次那么惨了吧 就是一开始不停的连续的输啊 输这样子 然后也来了一个皮包 就是扩大我的空格子 然后我感觉其实早期我们多一点点武器 好像比较有优势一点 那我也拿一把这把饥饿之刃好了 后面我们有可能再把它卖掉 哎然后对面有两头小猪 武器好像不多啊 哎那今天好像比上一次还还还 就是状况还好一点吗 然后现在我们的耐力消耗是高了 那我就再来一根香蕉好了 香蕉的效果是每五秒就可以回点生命 还回一点耐力 那如果打久了 应该可以回好几点的耐力吧 然后空间也差不多了 开始有点缺了 又再来一个皮包 然后我自己觉得 好像早期我们多拿几把那个武器 好像是比较有优势啊 那前期大多的敌人 我们都可以把它打赢啊 又出现了一头小猪 然后再增加点空格 哎又有香蕉啊 我我需要那么多吗 啊我先买个手套好了 这个手套可以锻造一下 然后我自己感觉 我好像那个攻击力没有提升多少啊 好像添加的都是一些辅助的东西啊 好继续连胜第四局了 哎然后来了一只小鸟啊 好像可以加快我的所有的东西的出发速度啊 但是第五就是第五局了 然后目前来说还是没有那个宝石啊 我今天还想说多拿点宝石 然后后面拿个重型武器 然后去攻击一下 哇靠对面有两只那个连连啊 好像有点危险 幸好没事 然后再来一个包包 香蕉也买下来好了 哎来了个加速包啊 但我现在应该最缺的是那些武器跟宝石啊 怎么办呢 可能后面我要就是钱要留多一点 然后用来直接买 用买的来买宝石好了 啊输了一局了 打不过哎又来一只鸟啊 还打折我打折就买呗 还有个井圈 这个井圈可以增加那个 狂战士之怒的持续时间啊 优先先买这个好了 然后其他因为没什么位置啊 然后摆了一堆的那个香蕉 那我就再观察看看 其实我今天想要多买几个那个龙爪 那个这个先留下来 然后后面如果那个空空格比较多的话 我想要就是放一两个那个 护盾的那护甲的 哇好像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差一点点被他打死了 哎终于到选我们的纸职业的时候了 然后一堆东西都打折哦 那我来看看啊 三个都打折 然后这个试过了 这个我再看看 然后这一个每当有一个自然的物品 然后狂战士之怒持续时间就加加长 然后狂战士之怒期间呢 恢复七点生命 而且还有那个法律值可以得到哦 但是法律值相关的武器的话 我感觉好像就应该大概只有这个神圣长矛 然后他效果是消耗那个法律值25点 然后三秒之内无敌 然后攻击速度增快 好像跟其他东西不太相干 或者是这个荷包蛋胜过了 然后每当多一个食物类啊装备伤害就加一 然后用12点的法律值来激活所有的食物类装备 那我目前来说的话又没有宝石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还是先选这个球长吧 然后后面我再看看有没有那些相关的武器好了 再来一个耐力包 哦那鸟也是自然系的啊 那我现在就有五个自然系的物品了 所以我的狂战士之怒应该就可以增加增加2.5秒了 哎然后来了一个锅啊 然后这个锅我尽量就是后期 我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那个药水 然后把它合成一下变成这个圣锅 然后搭配我那一堆香蕉啊 然后让他的那个攻击力增加一点点 再加一个耐力包 哎然后现在我耐力消耗高啊 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把战斧 战斧是可以跟他合成 合成变成那个就是比较大把的这个双刃斧 但是我今天好像一直都没有拿到那个宝石啊 就是那个宝石盒子那我其实拿这个 也不一定有用 要不我今天还是放弃他 算了现在都已经打到第八局了 我们暂时先来战略性的放弃他 而且这个我可能后面我也把它换一个武器好了 哎讲着讲着他就来一个宝石盒了 但是算了算了 哈哈就暂时先算了 然后有一件皮护甲不知道往哪里塞 那我保留着下一回合再回来再买 8回合了 我今天到底会不会就是走那个 法力那个方向呢 哎哎哎哎 好像他的护甲比我厚一点点 算了两头猪不要了 好像没地方放 再买一个耐力包 然后再买个手套 然后这一次我加速这个歪波鸟好了 就让他发动的更快一点 然后呢他越快 然后下面的东西就发动的越更快 然后其实现在我有点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就是卡住卡住的感觉 就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 哈哈 哎呀好像感觉打到后面不行了 开始不行了 然后又来一只歪波鸟 反正现在开始左塞乱塞了 到处乱塞东西了 然后这个宝石盒 其实后面应该一共来过了 两趟吧 然后目前是一个都没有买过 再买个卡 然后后面希望买点好一点的东西好了 这样子下去会不会十局的熬不过啊 就都挂卡中间就是纠结了一下下 这些法力是实在是不太顺 除非我一开始就先先往那个方向发展 哎有了有这一个英勇魔药了 然后他可以跟这一个平底锅合成 合成之后他就可以变成神圣的平底锅了 然后再买个兔子 兔子好像可以给我们回那个耐力了 现在我的耐力消耗挺高的 因为前面我就看到他好像好几次 那个说就是没有耐力了 所以我就买一个 可能我那个速度加太快了吧 三只鸟围着他 然后速度快的不得了 然后那个耐力消耗也应该是挺快的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没熬过去 然后既然今天我们不是走那个宝石的那个方向 那我觉得那些护盾啊什么的 不需要准备那么多了 因为我前面在想他可以多放几颗宝石 所以才用他 那我就不拿他了 因为有了他 我就是好多东西都买不下 然后另外这个会要皇冠呢 因为他有个效果 可以消耗十点那个法力值 然后让我无敌 然后还可以就是进化那些自盲 还可以回血之类的 那我就先买一下这一个 然后鸟我还在考虑 考虑要不要买 我先把它保留下来 一会再看看好了 我还给他留了个位置了 然后这一次我就完全没有什么护甲之类的了 让我看看 哎这个有魔法 啊但是我蹭不到那一下了 对我那个魔法之好像没什么作用了 那我加个这个东西 然后加个鸟 然后继续增加一下 我的鸟会让我让我其他的鸟的速度也加快的 我好像可以尝试一下就是 有没有什么就是连带的效果这样子 就我的鸟让我的鸟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另外那个武器 我觉得这一把没有很好用 他消耗的那个耐力又高 那我换一把这个长矛好了 后面还可以跟这个皇冠可以合成一下 然后又来一个这个皇冠 先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后面我想说再买个魔法球 再买个魔法球 我那个法力值就可以更高了 因为后面应该这个长矛也用那个法力值 然后这个荷包蛋 这个圣祸后面也会用到那个法力值 那我就先把它保留下来 我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跑到法系来了 大概一直都很少走那个法系的方向 哎哎哎 对面已经没有耐力了 但我已经没有没有生命值了 哈哈哈 有点危险了 哎但是有点希望啊 有点稀有点危险 同时又有点希望啊 我觉得好像消耗那个法力值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买一个就是可以回法力值的东西好了 哎又有一个回耐力的 然后对面是可以复活的一个火系的魔道士 然后我觉得好像是打不过了 那打着打着好像有点希望 因为我这边好像是可以 有无敌还是回血的效果啊 没想到打着打着能赢个久回 哈哈 然后再多加了一个魔法球啊 今天的位置我个人觉得塞的有点乱 特别是这些手套 我觉得手套好像有点太多了 那不买吗 好像我也不知道放其他什么东西好 然后对面是一个 哎也是一个走法系的一个狂战士 我 我觉得我可以参考一下他他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对吧我哎哎他走的是什么方向啊 哎奇怪了我有点不懂 对面好像没有拿那个纸职叶我 然后然后他是有一些就是可以 可以加法力值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要看了 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参考对手 那我们继续再挑战看看能不能多打几局 现在我还有两次机会 再买个包包 现在我应该那个耐力值应该是够用了吧 拿点那个回血的好了 哎又有这个景圈 然后可以继续增加我那个狂战士之怒的那个时间 会不会持续的太久 然后打到打到结束了 我还在持续维持那个狂战士的状态啊 然后打慢一点看看 打慢一点点 然后那个 我法力值存起来还挺快的 然后很快就被这个荷包蛋 然后用光光了 然后基本上轮不到那个神圣长毛去用 我今天是真没想到居然是走这个法系方向 哎然后这里有个号角 他的效果可以每5秒啊 可以有机会得到那个充能 或者是得到那个法力值 好像两个我都需要的 然后我前面每当那个物品越多 然后我出发的速度就越快 哇靠对面是这个彩虹黏黏啊 这个遇到的话 我觉得是肯定死定的 哈哈哈哈 想都不用想没有悬念 因为这个套路好像说是无敌 但是超级难凑出来 然后差不多快挂掉了会员卡 我不要了再买一个这个号角好了 然后又再买了一个景圈啊 然后还有这里有个魔法球 但是没地方放 要不我就先不要这个龙爪好了 因为这个龙爪就加一点点那个歪伯鸟 那个速度 还要是在狂战士期间才出发的话 感觉今天这个打法熬不久啊 然后对面又有一个可以复活的那个 那个回焰速式 今天完完全全就是那个攻击力不够啊 我一直的就是好像是输个不停这样 哎 这一路啊靠他复活了他复活了 哎他复活我还是赢了吗 没想到我以为这一次会会输掉 但是这一次好像就拿了12个奖杯 快可以升级上去黄金了 然后感觉今天打的比较乱了 然后另外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网友们觉得就是这个狂战士啊 他的这一个如果是走这个法系的方向 我需要是拿点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陆木守卫 他本身好像又又要拿那个自然系的物品 然后又要走那个就是他给你回那个魔法 然后魔法不知道用在哪里会比较好一点 我目前想到就只有这个荷包蛋锅 还有这个神圣长矛 但是因为法系我实在是太不擅长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如果网友们知道有更好的建议啊 就是用这个陆木守卫的话 那那记得留言告诉我啊 那今天先到这里好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